最近這個治安的問題大家很關心 我們看到警大的校長吳哲穆 他被爆出來 黑道啊等等的進招待所等等的 這麼糟糕的情況 然後到現在為止沒有處理 比照招待所09賭博台北市偵察隊 隊長招拔關 記過一次兩天就處理了 警大校長現在不處理 聽說有一個講法 說這個警大吳哲穆校長是徐國勇內政部長的人 所以你動不了 警察說是誰的人並不正確啦 那不管是誰的人說我動不了 那更不正確啦 請問你要不要動啊 這個案子 你要不要動他請問 相關賭博的部分 那個不是陳哲穆 那個部分已經處理 警大校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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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部分 內政部 部長 已經下令徹查 到現在為止沒有動作啊 過了一個多禮拜了 為什麼 其他的案子兩天就處理了 這個案子 太大是嗎 它是太大你動不了 你是行政院長 動不了 不會 因為我剛才講 不為我動不了 那另外呢 那你覺得該不該動 那個賭博的那個部分 因為清清楚楚已經懲處 那有關警大校長的部分 因為時間比較久遠 相關說法不清 內政部徐部長下令徹查 那多久時間沒告訴我 然後是在看啊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示範啊 那好像是幾天前的事啦 七八天之前 好 總是讓他調查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多久調查可以出來 我不會說動不了 要動 院長這個閣員都動得了 怎麼會動不了一個 是啊 一個一個警大校長的你動不了 對不對 我是聽你講話跟你說 謝謝你 結果齁 那個治安現在很糟啦 綠色執政叫慶祭執政 慶祭保證 半年來八起的槍警案 高雄最近十五槍 台南今天播出很大兵八十八槍 台灣柬埔賽化 都沒有看到 蔡總統還你啊 做什麼事欸 然後就是忙著浮選 喔 動算動算動算 啊治安一定要弄弄喔 現在是選舉期間 有這樣子整個治安假期是不是 大家就不要去弄這個了 要維護你們大官出去浮選 喔 警力從來你們這裡 沒辦法去維持治安 幹嘛呢 前天我才主持治安會報 那也表示 八十八槍 台灣沒有治安假期 也沒有動不了 所以你看每一案都破 台灣更不是柬埔賽 每一案都破 每一個辦法抓到 但是現狀是七平大官的 二十七個人 被人都靠在那裡 這是真的現狀啊 說到這麼大聲做的 就是叫他們 看破卡丘 變成說 今天在這裡八十八槍啊 怎麼會沒有人哪裡走 所以 八十八槍 然後八月二十四號做一個民調 八成的民眾認為治安不好欸 大百姓的感覺 TPBS做的七月 八十九%不滿力的 治安敗壞 那老百姓跟我說是自然敗壞你知道嗎 這是民調啊 老百姓的感覺啊 自然敗壞啊 自然敗壞啊 一旦 兩眼 兩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